選擇基層專科就是會覺得說現在很多自專科有腸胃科、消化內科、神經科 大家分科都很細 所以這是一個大家最初很深度的醫療 但是有的時候很多人的急症它是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它可能是大血管的動脈玻璃它可能是撞到而且是多重的創傷 它可能又合併內科的問題又合併外科的問題 那我覺得基層專科它就是能夠綜合的把一個人當成一個全部的情況 然後去評估它各個部分系統性的評估它的這些急症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在追求深度的時候我們可以兼顧這個廣度 然後可以讓急症的病人能夠得到一個比較好的處理 你知道要做什麼事情然後你都不會吃 我覺得那是我們的價值